《白星酒店》 最初我們的購物照片是說 年年來我們都找一些小生 美女小生和花蛋一起去做賀歲片 但這次黃發明老闆就說 不如好像集郵一樣 去找香港最好的戲劇演員 去演出這部戲 於是我們就去數了 後來我們數到有 浦順君和吳君魚這兩個名字 我們的形容詞就是 阿爾伯仙奴 撞到羅伯蒂露 Mojero的展營人要求很嚴謹 他自己會熟悉整個劇本 包括自己和對手 有時看劇本 你會覺得這個好像沒什麼 但是會思考 然後發揮到他 原來可以是這樣 你說演技方面當然不需要 在Mojero身上懷疑 一有Mojero身上 我整個人都頂了 所以和Mojero演戲 是很開心很輕鬆的 君魚也很不同 他很需要新鮮感 我也有很多年 沒有和君魚合作 我覺得君魚 除了在戲劇方面的修為 更加爐火純青之外 私底下也是一個 非常可愛的媽媽 這次我再和吳君魚 再做一對 因為有默契 一埋位就和大家搞定了 而且拍出來很好笑 他也有做功課 但他很講臨場發揮 那些好玩 他覺得發揮得 會臨離盡致 另外還要說鄭忠基 我Darling 他真的越來越進步 他的內臉是越來越強 那和鄭忠基合作 尤其是加上導演局特超 很快地 他們會知道自己很想要 一個很簡單的笑話 都可以變成一個很好笑的事 他好像一個波 給他一點點東西 你給他這邊 他就去那邊找 所以你遇到一些 這麼螢幕的夥伴 你會覺得很放鬆 很放鬆 阿澤是超能量演員 所有演員做了他們 所有應該要做的事之後 阿澤就把整個畫面 剩下一個空位 看到他們 他的喜劇節 就是很準確 很有喜劇天分的一個演員 我經常覺得他有用不完的能力 我們兩個就很責任 有吵著別人拍戲 他一定是很輕鬆的 他就懂得去照顧別人 一個相當好的演員家 PR 他要保持自己 那種hyper 是保持到 我喊了action 他就歸過來了 Dionna 他的劇本很大 因為原來他喜歡英文 再加一些remark 但是他也是一位 很original的喜劇演員 薛凱琦是第一次 他出現在我的河水片裏面 這個比較新鮮 這個配搭 給觀眾耳目一新 很舒服 覺得喜劇來說 他都是做得很自然 很舒服 這次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那就很難的 很難的 下一次他有機會跟他合作 我一定會加編集 連河水片也有黃百明老闆 沒有他真的怎麼叫河水片 百明哥一向都經常幫助我 更加就是主顧 那個感覺很有趣 真的好像一家人 又聚在一起 做一件很開心的事 其實這次跟他合作 只見到他的造型 我已經覺得很搞笑 我很喜歡他造型 看見他很開心 因為他的河水片 大滴水 和他的皮大鬍 是我自己夢想依靠的 剛剛說過 他們很多都是人事 不同的學校 尖神他的口才很厲害 轉數很快 和洪距林一起拍戲 很有新鮮感 郭文輝 他很有樂趣 自己那一套 尤其他對白獎項 還有 吳千語 今次發覺他是越來越進步 也因為今次的演員 全部都是香港超級喜劇演員 即卡通式喜劇 這班演員是做到的 所以有一套以酒店為背景題材的電影 也有《百星酒店》這部電影 2013年的河水電影《百星酒店》 這部電影可以說得上 常常都沒有笑 炸了很多一級的小聲 大家一起在裡面 鬥氣 笑著陪你過新年 希望今年大家看到一部很開心的電影 開開心心 過年看什麼好 那一定是看《百星酒店》 記住入場看電影 快點來看吧